我必須講我自己 現在要說的是我個人對於 他那二藍的一個 一個詮釋 要怎麼詮釋這個東西呢 我們會發現其實在這一個 紀錄片裡面啊 他其實主要 我個人認為啊 他是在兩個線 兩條線上在論述這個東西 第一個線當然你會發現 一開始他從 艾希曼的審判開始 去談這個東西 那這個當然牽涉到 二藍他自己本身 是猶太人的這個身份的問題 那從這個身份上面 其實會關聯到 他在整個政治思想上 他怎麼去發展 他的政治的一個思考 所以我會說第二條線 其實反而就變成 他在他的政治上面 他怎麼去面對 這個像艾希曼納粹啊 所謂的極權的那種 恐怖的統治的一個問題上面 然後去進了步去 推出他自己的一個政治思想 我覺得二藍的政治思想 在我的詮釋裡面 我們簡單可以把它講成這樣 就是傳統的一種政治哲學 當我們在面對人 作為一個所謂社會動物 或者一個政治動物的問題上面 我們常常想的一個問題是 人怎麼樣可以過得更好 OK 那麼這個過得更好 勢必就會想說 那在這個更好的 這個標準上面 我們要找尋一個所謂的 對每個人來講 大家都會同意的那個真理 或那個真實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最明顯的 我們可以從哲學上的一個例子來說 就是柏拉圖 柏拉圖呢 他在他的理想國的一個洞穴之欲裡面啊 其實他一直在談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實的人啊 在生活在經驗裡面 在現實裡面的人 我們是不是真的都有認知到真理 還是我們其實都活在一種虛幻的 一種幻象裡面 那他那個洞穴之欲 如果在座有讀過他的柏拉圖的理想國文 你就知道他講什麼 一開始有一群囚徒啊 被綁在洞穴裡面 他們能夠看的就只有洞穴的牆壁 前方的牆壁的東西 問題是每個人都被綁住 他只能往前看 他沒有辦法往旁邊看 沒有辦法往後面看 那後面是什麼呢 後面其實是一個 有一個矮牆 那個矮牆上面呢 有人拿著一些道具啊 一些偶像的道具 像麻啊 動物啊 各式各樣的道具 在那邊走動 那個走動的用意是什麼 因為最後面還有一堆火 那個火會映照這些道具上面的 那個木偶啊 相關的偶像這些東西 會映在什麼上面 當然就是囚徒所面對的牆壁上面 他會看到各式各樣的影像 後面呢 有人會在那邊走動 所以有人在講話 有那個聲音 但是因為囚徒只能看著那個牆壁 所以他就以為那個聲音 其實就來自牆壁上面那些影像 然後呢 這個過程他其實在批譽什麼呢 他在隱喻什麼呢 在隱喻我們現在的人 其實就像囚徒一樣 你看著的其實都是虛假的東西 當然他裡面就講到有一個囚徒啊 就掙脫了這一個束縛 然後呢 他開始看到洞穴裡面的一切 他開始明白一件是什麼 就是他以前所看到的東西 全部其實都是虛假的 那麼呢 這個虛假使 當然在柏拉圖的描述裡面 他講這是一個人認識真理的過程啦 他知道他自己原本看到的東西都是假的 但是這個部分牽涉到就是他會想說 喔 你看到後面那個火光跟你原本看到陰暗的陰影 那個在眼睛的適應上會有一個痛苦的時期 他會講說人在認識中你上面其實會經過一段痛苦的 但是呢 當這一個囚徒看到洞穴裡面這一切的時候 他當然會覺得 喔原來我以前看到的那個影像其實是後面這些假的木偶所造成的 這時候當然那個木偶就比較真喔 但是呢 他會進一步幹嘛 走出洞穴之外 走出洞穴之外呢 他就看到外面 比如說本來看到馬的影子是因為裡面有馬的木偶 他到外面就看到真正的馬了 然後呢 外面當然可以看到真正的馬 是因為外面整個天空有太陽 各方面當然照得非常亮喔 然後在這個意義上面其實在講什麼 真正真實的東西是在洞穴外的那個真實的馬 你在洞穴裡面看到馬的陰影其實是假的 是虛假的虛假 為什麼 因為洞穴裡面的木偶其實是按照外面的真實馬去做的 然後呢 你在那個牆壁上面看到那個影像 又是 又是這個所謂的假的那個木偶所印照出來 那這個過程其實還講什麼 講說如果我們真的能夠認識到真理的時候 這個真理啊 某種意義上當然會有很痛苦的過程喔 那 他後面當然就講到這個囚徒要回到洞穴裡面 去告訴他周圍的以前跟他綁在一起的那些囚徒 說你們看到的全部是假的 但是你們覺得這些囚徒會不會相信 當然不會相信喔 那現在問題是 所以我們在傳統上面覺得我們人其實 譬如說哲學教我們要認識真理 那這個真理呢其實有可能 這個過程裡面你講的東西別人不會相信的 但是呢我們一直承認認為或者是我們一直主張 其實有一個真理的存在 我想現在其實也一樣的道理喔 但是問題是這裡面有什麼問題 今天如果我認為這個真理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真理 我告訴你們 那當然你們都不相信我的時候無所謂 可是呢如果我自認的真理開始說服你們了 然後呢你們開始全部也同意我說的是真理了 那這裡面呢我這個真理可能會傷害到這裡面某一部分的人 那麼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這一群其實就會聯合起來 對這一個某一部分在我這一套理論裡面被排除掉的 這些人呢就會造成一些危害 那我講的東西其實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東西 因為我在灌輸你們一種idea 你們會認為這個idea就是對的 然後呢對那個其他在這個idea的觀念裡面被排除掉的 或者是某種意義上會損耐到他們的人 當然覺得對他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甚至比如說屠殺他們 就變得好像某種意義上取得一種正當性 那在這個意義上 所以你會發現 惡然在講這件事的時候 他一直強調在我們整個紀錄片裡面 會看到一種所謂多樣性 或者是多元性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就不想要有一種這樣的真理 好像意味著他就是唯一的 然後呢這種當然某種意義上被拿出來的時候 你會排除掉某些其他的一種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就造成你在這上面 你以為你獨佔的一個真理 這種單一性獨一性的時候 對其他人可能造成一種迫害 在這個意義底下呢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談一種政治 這個政治呢 就某種意義上不會建立在唯一單一的這種真理追求上面 而是要訴諸我要尊重每一個人 因為每個個體都是不一樣 在這個不一樣上面 當我們來談的時候 怎麼樣去凝聚的共識 變成就是整個惡然 他在談這個問題上面所要去主張的 那當然裡面的影片我們也看到 其實最主要會講到那個所謂的 邪惡的平庸性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 其實某種意義上就是 當惡然提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 我說我個人詮釋這樣就是 如果今天我作為一個觀察整個政治事件的人的時候 傳統的哲學上面很強調的是什麼 我們是從一種盤光者的觀點 換言之呢 我是站在這個事件之外 我來看這個事件的發生 在站在這個事件之外 來看這個事件的發生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好像我們取得一種客觀性 然後呢 這種客觀性呢 會造成你會認為在這裡面的人 譬如說某種意義上 你會開始有一種道德的批判在裡面 這其實在我們在談政治哲學上面 非常強調的一點 就是我必須站在這種客觀的立場上面 換言之呢 我能夠站在這種盤光者 而不是當事者的立場 因為當局者迷嘛 但是 我們在惡然的一個詮釋裡面 其實我會覺得他某種意義上 又開始要求 我們其實要進入到那個環境裡面 譬如說 像 猶太人 在把埃西曼座去審判的那個過程 第一個 他其實是到阿根廷去把人家綁架回去的 OK 我想 依照 如果 埃西曼作為一個 他逃過了二次大戰之後的那種 所謂的紐論盤大神也好 然後呢 他跑到了 隱姓埋名 跑到了 阿根廷去 結果後來被 以色列派那種密探 去把他找出來 把他 他應該已經成為所謂阿根廷的公民了 他現在綁架一個阿根廷的公民 把他回到以色列去 而且不是透過一種正式的一種法律 或者是政治的管道去引渡 沒有 他是偷偷摸摸的就把人家綁回去了 這個在法上面 你會覺得其實這個是不合法律的一個相關規定 但是因為猶太人在這一段歷史裡面 他好像成為一個受害者 所以他做這件事好像不容易上也取得一種 公平正義的那種意義在裡面 那如果 可是我們從一種法的觀點上面 你其實會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嘛 那把他綁回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猶太人因為自認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對不對 然後所以他有權利對他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在詮釋這個埃西曼的一個 整個人的過程裡面 當然要把他打成什麼 就像納粹一樣 他們一定是十二不赦的嘛 一定充滿一種惡在裡面 所以才會造成他們會去做這樣一種 慘絕人寰的一種惡行 但是你會發現 惡蘭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這個不是某個民主的問題 這是全人類的問題 換言之呢 作為人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就有這樣一種生存處境 我們就會有可能犯這樣的一種問題 所以他一直強調 我們必須從一種人類的日立場來看 所以犯的不是 不是譬如說反納 反反尤的這種罪行 而是一種反人類的罪行 那既然這是一種反人類罪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整個人就應該要進到這裡面 去承擔起這樣的責任 換言之這個責任呢 不只是單單純純 譬如說 他不去思考 那麼不是思考 是不是某種意義上 換一個角度來講 今天如果你不思考 如果你說你是在做你的工作 是不是在這個意義上你就免責了 其實我們換一個從 一樣從法律的觀點來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當初在進行紐倫堡大審 或者東京大審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問題一直出現 什麼問題呢 今天 希特勒的上台 其實他也是民主上台 他是德國人選出來的 然後呢 他整個那個政府的一個組成 其實是合乎德國的法律 合乎德國的憲法 在這個意義上面呢 你作為一個德國的公務員 今天國家的政策是要開始叫你去搜捕 所謂的猶太人 把他送到集中營裡面去 甚至把他送到那個毒氣室裡面 把他毒死 問題你作為一個像愛希曼這樣的一個公務人員 你在做的是什麼 國家給你的相關的工作的賦予 換言之你的做 你做的東西是合乎國家的法律的 那麼如果你是合乎國家的法律 為什麼你還要被送去審判 在紐倫堡大審的時候 其實就出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做的都是合法的 按照德國自己的法律本身來看是合法的 那最後所以只能用什麼罪名去起訴他們 反人道罪 反人類罪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罪名的話 你根本沒有辦法審判他們 那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過程裡面其實 就是賀蘭也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就是這些人犯的其實 你說的某種意義上 他其實是合法的 合乎他們當時國家的法律 所以除了這一層考慮之外 還要更高一層就是還有一個人類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你在哪個意義上他犯了這個錯 其實做一個人你就應該要思考 你對你的行為你要負起責任 而不單單准是 我核無法律 核無國家規定就OK了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面 因為你不思考 不判斷 這上面你就必須負起責任來 OK 我簡單的說明到這邊 謝謝 非常謝謝佳老師的分享 那我想說不要用太多時間 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一些想要分享的也可以 我先收集三位好不好 三位的意見 有沒有 這邊一位 然後還有沒有 還有嗎 不要客氣餒 真的嗎 好 那我們先一位 對 然後大家時間控制一分鐘左右 不好意思 我因為先趕火車 我先簡單問一下 因為之前都是有看過一些 相關這方面的影片 可是我一直有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些猶太人他們 就是一直很服從很順服 這些納粹的安排 就沒有群起起來 有著做反抗的這個動作 不好意思 想要請 好 但我必須跟你說 對這個問題我沒有深度去研究 但是一般的說法裡面 你會發現 人其實這個 這個牽制到比如說 心理學的一種理論 你會發現人啊 常常某種意義上是 你在一個環境裡面 然後呢那個環境裡面 你比如說它代表是一種官方的東西 在對你進行一種 一種管理 然後你會發現即使你覺得這件事情是錯的 而且呢那個執行那個命令人數都是少數 但是呢你會發現大多數人都會去服從那個東西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這個當然有人會去 去做一種心理學上面的研究啦 就是人確實有一種在群眾心理上面有一種盲從的一種一種情況 那所以呢 當然有些人就會出現像您提的那個問題 明明譬如說在這管理的人啊 其實是少數幾百個人 可是裡面可能關了幾萬個猶太人 為什麼這猶太人不起來反抗 就其實你就可以反抗就可以逃出那個集中營 但是為什麼他們不做 這個這個其實確實有人會從心理的這個面向去討論這個問題 啊因為我個人沒有做這方面研究 所以我也不敢在這邊講太多這樣謝謝 還有有朋友有什麼樣的想法或看法 其實最近台灣我們一直不斷在談轉型正義這個議題 那我覺得在談轉型正義議題裡面 這個阿倫的一個理論思想一直常會被很多人來作為引用 不過我剛剛也看到我沒有人提我要提 那我剛剛看到這個影片比較後端的時候 其實也提到說我們一般人很難用哪一種流派去定義說 這個哈拉俄蘭他是屬於自由主義者還是社群主義還是怎麼樣 那可是我有一個想法 呃他有沒有可能會被視為一種好像是這種 cosmopolitan這種 就是算是世界主義觀的一個一個學者嗎還是怎麼樣 那當然就是那個那個訪問的那個學者他覺得 俄蘭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 所以呢他不想要把他歸到某一個流派裡面看他是不是自由主義者 其實我們如果讀俄蘭的一個著作一般還是會把他歸為是一種共和的 早期的像從因為他還是回到古希大那種羅馬的那種共和主義開始去論述他的東西 特別是他背後有亞歷斯多德的一個思想背景 甚至他也有馬克思的思想背景 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面我們還是會有一個歸類在的 但是比如說剛才眾理問說他可不可以被視作一個世界主義者啊 我個人當然會覺得是 為什麼因為他已經跳脫了他不只是做一個猶太人 他是從整個人類的這個角度來看說 人在這個世界上存活上面他應該負的責任是什麼 他面對這個世界他應該怎麼去思考怎麼去行動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當然我會覺得他就是可以被看作一個世界主義者 因為他不是單純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猶太人 甚至美國人這樣而已 還有嗎 這邊還有一位好 待會 我在看俄蘭的思想的時候 我會想到一件事情是 就是他在說猶太人他們 就是像納粹那樣子他不思考 所以他在那個過程中他其實在執行某些邪惡的事情 但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在想 俄蘭的思想背後是不是有一個 如果我們人在思考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一種理想的世界 然後那個世界是不是有點像是某種人性的良善或是 Virtual的東西 就我不知道有沒有提到這一塊 其實齁 其實齁 我個人對俄蘭的一個研究上面 我是這樣看齁 其實我們把它看成 比如說他說 為什麼像艾希曼這個人 會犯這樣的一種最大 最大惡己的惡行 是因為他不思考 不判斷 但是其實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你真的覺得那些人都沒有在思考嗎 他沒有在想事情嗎 我覺得人其實活著某種意義上 他其實就會有思考的問題 然後呢 如果我們再把這個拉高一點 因為齁 從整個惡蘭的一個學說裡面 他其實比較強調是行動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實際上實踐上行動上面 其實應該怎麼做 比如說你就是實際要去面對問題 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判斷 那他其實在對比什麼 比如說剛才有同學講到 比如說他有去買他的人的條件啊 他裡面其實在講一種思辨的生活 跟一種行動的生活之間的一種差別 那傳統的哲學談的確實 我們其實是在脫離實踐這個層面 講一種理論上面的東西 從思考的層面來講說 其實覺得人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東西不思考嗎 其實思考的 沒有沒有不思考的 反正是哲學其實非常重視思考這個面向 問題是哲學一旦只單純只是在思考這邊 從理論這邊去構想東西的時候 往往很容易跟現實脫節 所以我們說在惡蘭的一個影響它裡面很重要 其實馬克思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影響它的一個思想家 馬克思的什麼東西很影響它 因為馬克思不是講在 廢爾巴巴提罡裡面 重要的不是解釋這個世界 換言之他認為哲學不是在解釋這個世界 而是要幹嘛 現在去改變它 你要實際參與到這個世界裡面 去感受它 面對世界的問題 然後去思考 這個時候的思考才真的是 有一個實際上面的這個層面 而不是單純跳離這個實際 這是我們日常的一種 比如說實踐上面的層面 然後只單純談理論的東西 OK 好 我先想要分享一下 因為我是東海哲學 那我很開心 就是因為我在四年前進了東海哲學 那我在那個碩士班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開始學會思考事情 那當然不是說我已經很會思考 然後我也認識了江老師 那他也帶領了我很多 那我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剛剛在看這部電影之後 我感受很深思 我覺得漢娜他很厲害的是 因為我想說 因為如果是你是猶太人 你應該會很積極認同你的富國主義 但是他之後 他一年之後 他就改變他想法 因為他認為 那就是變民族主義 那不就變成有可能變成極權主義了嗎 我覺得這個蠻讓我震撼的是 就是我們是不是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在你以為的時候 事實上如果再反過來想 你是不是變成另外一個族群的可能性了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 剛剛在看到他的書 因為我這陣子也看了蠻多那個 關於猶太跟那個納粹的議題 這樣啊有些也是蠻 蠻共產主義的思想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感慨的 而且蠻感動的 然後我只是想說 因為老師剛剛有說的是說 我們怎麼樣把思考變成行動 因為現在法國很多哲學家 他們都把思考變成行動 因為你必須把哲學的思考 變成你的行動 你才能把這個真的改變這個 社會的自己的可能性 那我就想說 給一個問題 老師如果是您的話 你覺得在漢娜的思想的方式裡面 我們就針對台灣的社會好了 你有什麼樣的經歷跟想法 因為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我可能比較自私的覺得 我覺得我們的思考太少了 好像有點點 變說什麼就是什麼 傳統應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事實上是這樣 那我思考的怎麼樣的面向 才會比較正確 當然不一定是理性的 但是怎麼樣比較正確 那我想說 針對這樣子的議題 看看老師有沒有給的想法 謝謝 OK好 謝謝益倩 如果要我來講的話 我其實會順著剛才總理問的那個問題 就是賀蘭是不是一個世界主義者 其實我會認同他其實是一個世界主義者 那如果要回應一切你的問題的時候 我會這樣回應 比如說剛才你提到了 他本來比如說 是一個猶太富國主義者的支持者 可是後來他就轉變了 這個轉變呢 我們現在要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 就是我人做一個社會的動物 這個東西是 譬如說亞艾斯多德就這樣講的 換言之你沒有辦法離開其他人 自己獨自生活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離開其他人 自己獨自生活 就會造成你不是單純只是我而已 換言之這個我就會變成是我們 那麼現在我們要談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我們到底有多大 譬如說 譬如說像納粹的這個問題裡面 你會發現他們的我們很明顯 就排除了猶太人 那如果今天我們的社會 如果要我來回答意見問題 我會覺得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這個我們到底要多大 換言之也就是鄂蘭在裡面講 那個多元性或多樣性的問題 他希望能夠把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都包含進來 所以裡面提到說 他會特別針對窮人 比如說那些比較弱勢的人 他會有一些特別的關懷 是因為在傳統上面 其實這些人很容易 在一個社會裡面不見的 換言之這個其實是 在社會裡面存在的 但是在這個我們的這個大的一個標題裡面 這些常常被忽略 那我覺得這個 如果是在我們台灣社會裡面 哪一些人 其實在我們裡面應該納進來 但是常常被忽略掉的 但是如果我們單純只是 從我們台灣人的角度 來看這個我們的時候 那麼這樣的看我們又夠不夠呢 如果說像鄂蘭這一種想法 把它歸於一種世界主義的話 換言之他的我們就是一個人類了 而不是我們單純說他是一個猶太人也好 他是一個美國人也好 或是我們作為一個台灣人也好 那麼我們的我們是不是要更大的 擴大到一個全世界全人類 這個面向去談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 OK 我也回應一下 因為這是講哲學 那我念社會學 因為我覺得 其實在社會學裡面談到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談到這個 結構跟行動之間的一個很重要的兩難的問題 那我覺得說其實 從鄂蘭這個紀錄片 我覺得也看到一個說 鄂蘭他就是一個人 就是很真實的一個人 我們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他講1949年的時候 他跟這個海德克碰面以後 他就近身而不講話 就是比較少對於這個海德克批判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人 我們在討論說人面對巨大的一個結構 社會 哪裡去撼動的社會結構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其實整個社會 一直有少數的人在做抵抗或在做行動 那所以說其實我覺得人 我們一直相信說人是一種 我們社會學講說人是一種能動性 可以去做出改變可以去行動 那可是同樣我們也看到很多的人 雖然我們預設人是有能動性 可能很多人就像剛剛有人提到說 猶太人為什麼不反抗 因為也有很多人他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這應該怎麼去形容 或者說你不能說他不思考 而是說難道還沒有經過一個啟蒙的過程嗎 所以無法去造成更大的一個行動 更劇烈的行動 那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說 從他的這個 惡覽的這些思想理論裡面 我們到底回歸到我們自己在地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所以剛剛這位朋友也提到說 哲學要如何來做行動面 那我就再工商服務一下 其實我們哲學心理 我們就自己認為我們是從某一個程度 在做這個一種公民上的一個實踐 那所以我們覺得說 如果大家也願意在一個平台上面 去討論各式各樣的議題的時候 也許可能大家覺得我們討論不是哲學 可是我認為說某種程度 它其實是一種哲學在做實踐的過程 稍微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那個Gafe Fellow這個概念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了解這個 哲學舞的一個整個來源 當然他一些的發起 比如說跟譬如說現在的文化部長 鄭立軍政部長有關聯嘛 那其實最主要一開始的一個概念發言上面 是我一個在台北就是輔仁大學的 沈清凱老師 那因為我跟他在巴黎就認識了 所以呢他那時候在構想這些想法的時候 他其實出發點很簡單 他講到在巴黎其實有一些咖啡館 這些咖啡館呢就是一些比如說哲學家 一些人會在那邊討論哲學問題的地方 那這些哲學問題的討論其實不是那種 比如說單純像我們以前講說 哲學好像玄之又玄弄理論 它其實是會切合到整個社會的環境 現實的生活裡面去談論問題的 但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去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法國人會形成這樣的一種 像Gafe Fellow這樣的所謂的 哲學咖啡館的這種概念呢 是因為他們的高中生其實高三就需要學哲學了 那我們現在再來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們要教他們的高中生哲學 其實他教他們高中生哲學的最大的用意 這是一種公民訓練 換言之他要培養他們公民要懂得思考 那為什麼他們要做這件事呢 其實法國的高中生哲學 起自拿破仁時代 換言之呢是在十九世紀初 他就把這個東西訂到課程裡面 那大家回想那個時代其實是什麼 剛好是法國大革命過後 然後經過一段恐怖的時期 然後呢拿破仁後來上來了 慢慢穩定了整個局勢了 那後來他也稱帝了當皇帝 但是問題是他面對什麼 就是當時候的人 其實還在早期受宗教的影響裡面 所以呢要怎麼樣 比如說剛才中以講到啟蒙的問題 因為這裡面就牽涉到 我現在要培養一個 已經不是早期的那一種型態的人 去面對比如說國王 我要培養的是面對一個 現在所謂的民主國家 這民主國家的公民 他到底應該具備什麼樣的一種性格 他必須要能夠獨立思考 那獨立思考從什麼地方去培養 當然就從哲學裡面去培養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法國非常重視這一塊的東西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真正的公民 對一個國家好 這個公民就是必須具備獨立思考這樣的能力 那這個是我簡單的一個說明 謝謝 還有沒有 我們開放最後一位 這邊一位 好 老師我想問你就是有關 最近那個福大哲學系主任那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聽起來就是說 這樣哲學真的是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國家很有幫助 而且是公民啊什麼的 那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正需要這些人 那可是哲學系的招生或什麼 好 謝謝 我不知道有沒有太多時間 但是我簡短說 沒問題沒問題 我自己本身東海哲學系畢業的 OK 我在21年前從東海哲學系畢業 所以換句話 我在25年前進入了大學開始念哲學 那我必須 我想這個是我們台灣現在還是一樣的情況 我當時候進哲學系說實在的 我只知道我對文史哲感興趣 我不知道哲學在教什麼 OK 那我當然是因為好啊 選填字眼砰砰砰 我都填文史哲 結果就落到哲學了 所以我就進了東海哲學 那說實在 我是進到東海哲學之後 開始喜歡上哲學 然後愛上哲學的 那問題是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好了 我當然現在可能大家 接觸的面比較廣了 會比較了解多一點 可是我剛考上東海哲學的時候啊 當然我媽不知道我在念什麼 我爸也不知道我在念什麼 但是我媽有一次 在路上遇到我國小的老師 然後呢 她就說 我媽問文平最近在考上哪裡啦 我媽說她在東海哲學 然後我國小老師 第一個回應是 哇 她以後出來要算命 可是 其實說實在 現在我們台灣書局當然越來越少 我以前很喜歡逛書局 我的意思是 以前如果在我那個年代到書局去看 哲學這個難目底下 就是什麼風水啦 武術啦 這些東西 難怪一般人會把哲學看成這樣的東西 因為它其實就造成一種誤解 然後呢 當然我必須要回到我們的一個 從傳統上面來說 哲學 說實在 真的說 它其實確實是西方的東西 然後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西方的哲學家 根本不承認 比如說中國的思想啦 或者是東方的思想 叫哲學 他只能說這個叫思想 或者是倫理的一些相關的東西 他不覺得這是他們哲學 因為是什麼 因為他們哲學 他們有自己自己專屬的一個定義 然後呢 講到 所以呢 當然我們現在已經整個開始接受西方的一套 比如說我們接受到一些思想 一些政治制度啊 這些相關的東西 這個背後其實都是有一些哲學的思想 作為基礎的 所以呢 我們接受這些民主制度也好 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 甚至是資本主義這些相關的制度的時候 其實你把它當作是 好像這個 現在接受這樣的東西就是對的 就接受下來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去思考 這是背後的一些哲學理論 哲學基礎到底是什麼 但是西方呢 因為他們整個文化脈絡 其實這個東西他們都清楚 因為他們在教育裡面其實會呈現這些東西 那相對來說 現在大家都知道 民主好 但是好在哪裡 你去問我爸爸 問我媽媽 他一定不知道 因為他也不知道那個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那所以呢 他們 停留在一種印象是什麼 因為哲學系念出來 就沒有工作 但是 我再幫我們系廣告一下 我的意思是 前 前兩年我們學校做了一個就業 各系就業的一個調查 然後呢 哲學系在文學院是就業力最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挑嘛對不對 我們訓練出來的 各方面都會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不挑 那有些系 當然就有專屬 好像他們一定要從事哪一方面的那個行業這樣 但是這個其實在講什麼 我一定要是 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哲學當然現在很多人 我會把他想說 喔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考訓練 其實啊 我覺得哲學不只是思考訓練的問題 他還牽涉到一種價值的一種判斷 你要去追尋什麼才是真正對的 什麼才是真正好的 而不是單純就要思考 我思考 然後他為了單純我只學會批判 但是批判 你還是要講出一個 到底你覺得什麼東西才是對的 才是好的 那回到剛才您問的問題 呃 輔大的尤黃姐 尤老師 貼那個 其實說實在 嗯 他一開始 他是貼在他的FB上面啦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會變得這麼大這樣 然後連我們系 連我們系主任都被簽進去了 因為他是 台灣哲學學會的會長 然後 後來 中正的那個 陳瑞琳陳主任呢 就寫了一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寫了一個所謂的公開的誤議信 然後找各系 各各校的哲學系主任去簽名連署這樣 其實這件事情 對哲學不是 對哲學系的發展不是一個好事 應該讓人家一種印象是覺得 啊 果然哲學是沒用的 念進去 考進去一大堆人就是要轉系 我確實啊 我那個年代 我的同學裡面呢 我沒班五十幾個 三十幾個轉系 為什麼 因為他們確實把那時候 我把哲學系當作跳板 因為哲學系已經是一個學校裡面 最下面的那個系 然後呢 我先進去之後 我再轉其他系 但是後來我們出現 真實這個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 有主任他要寫這篇文章的用意 因為出現真實大學 真實的用意是什麼 要讓同學能夠視財視鎖 你真的有興趣 你才去真實那些系所嘛 但是我自己回來 國內教書四年多來 我發現 我當然也是我們系上的真實文 我會發現一個現象是 譬如說今年的真實 現在已經放榜了 結束了 我那時候面試的時候一定問說 嗯 你到底申請了哪幾間學校的科系這樣 然後同學跟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你發現差異性很大喔 他除了哲學 他有可能換到心理學 然後換到甚至有那種 那個那個叫什麼 地震還是什麼相關的 然後我就問 那如果 當然我們都喜歡這樣問 那如果這些都上的話 你想要選哪一個當第一支援 那一定跟你回答 東海哲學 但是 我心裡面想 真的嗎 真的嗎 那後來放榜了對不對 放榜的時候呢 我們系上今年很奇怪 我們主任就叫我們打電話 去問人家一下這樣 所以我就去打電話了問了 然後我就發現 同學那個時候就很誠實了 他就會跟你說 沒有 我沒有把東海哲學排第一個 我現在上了其他 我其他 所以其實還是一種就業的考量 我可以理解 但是 為什麼有主任會覺得 他這個是不是叫詐欺在欺騙 是你來跟我講的時候 都說好像是阿 我很有興趣 我要來念 可是後來都選擇是要離開的 但是這是我們整個台灣 我其實牽涉到第一個 當然一個制度上面的問題 最重要還是觀念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般人對哲學到底是什麼 還不是很清楚 然後所以 譬如我們 文英格我們系上老師的話 我幫他廣告一下 教佛學的顏偉紅老師 他都會說 他們都不知道哲學的好 所以 如果你知道這個好 你就會知道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但是問題是怎麼去推這個東西呢 所以那個連署性其實在呼籲政府能夠重視這一塊 譬如說在高中的一個教育裡面 就能夠推哲學教育 這個也是 因為現在這個哲五 當然是觸及廣大的社會群眾 他想要做這種哲學的推廣的工作 另外一個其實像 沈天凱老師他們就 我也是一個發起人 他成立一個高中哲學推廣學會 他就是希望能夠推廣哲學到我們的高中教育裡面 當然這個看起來目前還是很困難 那那一封的連署的那個呼籲信 其實也是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 當然如果有一天我們的政府可以 採納這方面的一個想法 然後真的在我們的高中裡面去推哲學教育 我相信對於我們未來的社會 比如我們要培養我們的公民 這是會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措施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江老師的分享 那沒關係 那個我覺得這個 其實我對於這個哲學系的老師 他們做連署性這種行動 我是很樂觀的 因為過去都只有我們這種社運系 才會一直不斷的在簽連署 社會系都被叫社運系 我們常連署我們是簽得很習慣的 所以以後哲學系也可以開始習慣 做簽連署這件事情 好 那我覺得可能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那我覺得可能我們沒辦法再多談 那可是待會兒如果大家會後有一些多餘的時間 可以在私下給彼此來做一些交流討論 也都還是可以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活動會先到這邊告一個段囉 然後我們再一次的感謝這個江老師 好 好 好